台南白河被誉为莲花的故乡 但随着进口莲子、混冲藕粉等假货的冲击 在地生产了莲子、市场价格大手影响 连带也波及到莲花种植的面积 虽然全台湾人疯狂到白河赏莲的盛况不在 但是青龙、杨家明不畏惧 从一个连锄头都不会拿的门外汉 到现在已经自诩要成为一名藕达人 要用年轻人的拼劲以及创新的做法 将白河莲花的路走得更长更远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年轻就是勇气嘛 因为我们刚回来第一年我真的也什么都不懂 连锄头要怎么拿可能真的都不知道 他也是因为刚好也因为自己在当地啦 就是亲戚朋友也是会有人在种植嘛 所以那时候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去问人家说要怎么种植啊 然后从中在学经验这样 基本上如果以长辈来讲就是觉得 务农这一条路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走的一条路啦 因为务农本来就是辛苦嘛 然后基本上大多数的农家你看父母大概把孩子送出去读书 就是为了不要让他们再回来去做务农 这件事情嘛 我们家本身自己就不是务农 所以我妈会觉得你干嘛要回来做这种这么累的事情这样子 对立主要很多还是因为在长辈 对我们那种比较创新的做法会比较反对啦 我们那时候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草争栽培的初期 我们村庄的每一位老一辈的 都在投诉说我那句点整个都是草 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甚至有一些邻居甚至找到我阿嬷那边去 去跟我阿嬷讲说啊你的家庭啊怎样这样子 做的都很糟糕啊那不好啦那到时候没收拾 我回乡从容到今年大概也算十年了 但是基本上家里的冲突还是难免都会在啦 因为我们做到后来也是我们坚持做我们自己想要的路 因为在产品销售上种植上基本上老一辈的那个观念 真的是很难去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做到自己说 我们想办法自己做的东西我们自己销售的掉 我们自己找厂商甚至我有一些东西就直接做外销 那这个就是老一辈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touch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年轻人自己走出来的路这样子 二三十年前是一个全台湾 大家疯狂的要来白河这边赏莲花 那怎么到现在就是整个观光是完全几乎都是没落 那些混沖的藕粉也好或是进口莲子的冲集也好 他们的售价都远低于我们的工钱 就是我们成本可能都已经远高于它的售价了 所以我们也一直常遇到说 为什么我直接跟你们农民买 反而价格都还比我在菜市场买还贵 而且甚至不是贵一点点 可能是贵了一倍甚至两倍的价钱 所以这个其实这种假货或是进口莲的冲集是对我们这个农村没落 也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冲集在 那时候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要在这一条白河莲莲花的这条路要走的长远 我觉得我应该要成为那一个偶达人 就是我要对谁都比莲花我要对谁都比他了解 我只要懂这个东西我至少不要输人家 所以我就才有办法把这条路长远走下去